台灣第一顆自製氣象衛星 裂風者9號升空 其實在短短不到一週的時間 就已經完成了 衛星本體的健康檢查 目前已經進入正常操作模式 籌在試運轉階段 開啟衛星任務的關鍵儀器了 前氣象局長鄭明典也興奮表示 衛星要上工了 很期待收集到的新資料 對 台灣首顆自製氣象衛星 裂風者9號搭乘Vega火箭 順利升空 進入601公里高的軌道 裂風者也首次與台灣通連 長達11分鐘 在報平安後 如今更完成衛星本體的健康檢查 準備上工 他到目前為止很順利 所有檢查都正常 所以他可以開始運作 然後這個資料下來 我們氣象局就會開始去還原 因為他這個資料都是一些 輻射量換成海邊通常 好消息傳來 讓前氣象局長鄭明典相當興奮 12號開啟任務儀器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反射訊號接收儀 完成儀器硬體檢查 目前的裂風者衛星 已經進入正常操作模式 出在儀器也將持續開機收集資料 而裂風者也是太空中心 執行過的所有衛星任務當中 最快達成通連 最快完成衛星本體健康檢查 也是最快開啟任務仇載的衛星 最關鍵的還是海面上 地球上山之二是海面 但海面的觀測非常少 所以這個資料相對來講就相對的 貢獻度就比較高 因為海面封數是全球最重要 也最欠缺的資料 隨著裂風者上攻 已將補足缺口 對極端氣候還有颱風預測 提供重要資訊 記者綜合報導